這張是第15張 關聯式學習 這邊的話 整個Genda的話 其實本來想順便講一下supervice 就是第七張的 對 但如果沒時間就走一天 那所以就照著整個講 這邊的話會講一下一個簡單的關聯式的網路 然後跟一個recognition的網路 然後跟一個recognition的網路 那recognition 那這張比較特別的事情是 這張的話是延續第七張過來的 那第七張是監督式的賀博規則 那這張其實是非監督式的賀博規則 對 那他主要是在做關聯式的學習 那這張的話會介紹到 Instar Allstar的neuron的神經元的設計 那他這張其實都是用最簡單的 數學不難就是很簡單的 神經元的概念是什麼 然後討論他神經元的 可以做recognition的原理是什麼 然後跟可以回憶 回憶的原理是什麼 然後運用這幾個神經元 然後建立起他的一些規則 建立起他的一些 例如他不能夠體度爆炸 然後 然後 接下來16、18、19都會用這張的概念去講 都會用這張的神經元去講 那這張的主要目的呢 是建立起一個觀聯式 也就是 也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建立起 建立起聯想 也就是說 建立起Pattern跟Pattern之間的聯想 也就是說 我們可能持續的給一個訊號 給一個A訊號 那那個Apattern 我們持續的給一個Apattern 那那個Apattern的話 伴隨著Bpattern一起給 可能是間歇性可能是一起給 那時間久了 我們就會認為Bpattern就是Apattern 那就是recognition的原理這樣子 那由於是無間都市了 所以我們並不會有 我們其實label就是PatternA這樣子 PatternA的話一直給 我們知道它可能是一個ORANGE 那PatternB的話可能是 ORANGE的一些特徵 但我們其實不能第一眼辨識出來 這樣子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一直伴隨著訓練的 無間路式一直訓練的方式 慢慢的 我們就把那個 ORANGE的特徵就學起來了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給ORANGE的特徵 我們就認為它是ORANGE這樣子 那整個大部分 大致上來講我們就是要做一個Pattern的辨識 以及回憶 以及回憶的話就是我們給一個A特徵的話 我們就立刻知道它是ORANGE 那根據第七章的賀博的假設的話 好像說如果A神晶圓 其實它就是一個聯想的概念 也就是A神晶圓如果跟B神晶圓夠接近 而且B神晶圓的觸發 B神晶圓觸發都是會觸發A神晶圓 那這樣子時間久了以後 應該說 反過來說錯了 應該是A神晶圓的觸發 總是會導致B神晶圓一起觸發 那B神晶圓是主要觸發的 那這樣時間久了以後 A神晶圓就會慢慢的提高了整個觸發的 效率這樣子 所以我補充一下 原本賀博假說不是在講這樣的關係 他講的是以前以後的神經 那前面的神經如果對上面的神經持續的刺激 那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會加強 用現代深度學習的講法 他的位置就會變大 原本是前後的關係 那今天剛剛講的東西 比較像是心理學的那個條件反射 就是我們在 比如說我們在上那個強化學習的本書的時候 既然是十五章 他在後面的章節 有一篇在講強化學習在Neuroscience 神經科學上發現 他裡面就講到兩種 這張也有稍微提一下 兩種那個條件的反射 這是其中一個是conditional的反射 就是比較像你 我今天A是一個沒有條件的刺激 那A條件的刺激 always 就拿到另外一個是B B的刺激 那B的刺激 always 扮成A的刺激 這時候訓練到後來之後 你其實把A的刺激拿掉 只給B的刺激 然後這網路也會學到 那原本他要學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跟賀博他原本的那個講說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對 我同意 因為其實我看這個神經元 他是一個A神經會刺激B神經的一個架構 但是他跟下面講的行為主義心理學 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我們今天的這個神經網路的架構 主要是跟這個行為神經心理學比較 對 行理學派比較接近 他們提出來就是說 就是之前其實前幾章一定有講過 只是他因為跟這個很接近就在講一次 就是像狗如果看到食物的話 他就會流口水 那這是非自覺 也就是直覺反射 不用訓練的 那如果他聽到鈴聲的話 他其實不會流口水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要訓練他的話 我們就看到食物 我們在他看到食物的時候 同時也讓他聽到鈴聲 一直持續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時間久了的時候 伴隨著這樣子 他每一次都會流口水 那這就是一種條件制約 我們制約了 我們再給他食物反射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同時間給他一個制約在這裡 對 這樣子 那時間久了以後 時間久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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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狗聽到鈴聲的話 他就會直接流口水 那我們就 我們之後 我們即時不需要食物 我們不用給他食物的話 那也會形成一個制約性的 直接只給他鈴聲 那的話 那這個刺激 這個叫做制約性的刺激的話 他也會流口水 對 那這就是我們 這個訓練整個的目標 也就是說 我們會給一個 我們會持續給Signal的訊號 進來的 然後同時間是伴隨著兩個 對 一個是非制約訊號 就是直覺反應的 一看就知道了 那另外一個是 可能是需要訓練的 那一直這樣持續的訓練 那中間可能會有Noise 然後Noise 然後所以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是要給容錯了 對 然後當我們拿掉這個 這個非制約的刺激的時候 我們之後直接 直接input制約的刺激 那我們一樣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這樣子 能夠一樣辨識出來 它這是一個 ORANGE 從攝影機 然後跟一個磅秤 它的兩顆柱子 這樣子 那大致上是這樣子 對 那 嗯 這是接下來十六十八十九多元高 這個東西 那 什麼是一個 關聯性網路呢 所以 關聯性網路 剛剛已經講了 其實它就伴隨著一個非制約的刺激 跟一個制約的刺激 那 那 那由於上面的那個 這個系統的話是說我們要認出 它是一個香蕉 對 那香蕉的話有它的形體 以及它的氣味 那這是氣味值一個1跟0 它們都是1跟0的特徵 那 那這個系統的話就是屬於把上面的 上面的香蕉 上面的香蕉的話 因為上面香蕉應該是 因為是非制約刺激 所以非制約刺激的話 我們一開始已經先定義好說 香蕉 香蕉就是P0 P0它的形體的話 1就是我們有看到它的形體 0就是沒有看到 那我們確定了我們認出的是香蕉以後 我們就直接 我們上面這半段 上面這半段是非制約的刺激 那是我們事前會先定義好的 對 我們會把為何 我們定義好為何 也會把BIOS給定義好 對 那我們一開始先知道 我們香蕉的形體是1跟0 那我們透過 如果我們事前定義好 這上半段是以值的 那位特值乘上1 然後BIOS定義 BIOS是故意取這個0到1之間一半的值 因為這是一個 後面這邊是一個 一個哈 哈的0 哈的0 也就是超過1就變1 超過 然後就是0 這樣子的目的 所以我們這一個上半段的話 我們當看上半段的部分的話 不看下半段的話 也就因為它下半段一開始位特是0 這樣子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香蕉的話 它直接 直接 只要有香蕉進來 你就會看到它變質素香蕉 對 那我們其實這個系統的主要目標 就是訓練這個 下面這個下半段的細微 Smile的Banana 它的weight 我們要讓它慢慢的成長 慢慢的成長 然後成長到它的位置 調整成 一個 調整成為一個 一個 它也可以 我們只輸入 也就是說照剛才的目標 當我們這邊Side Banana變成0的時候 Input是0的時候 持續的飛艦路式訓練 它變成0的時候 那Banana 我們把指數路器位進去的時候 我們一樣可以分辨出它是香蕉 那所以說 剛才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關聯式的網路 那剛才的關聯式網路 剛才的關聯式網路 如果以向量 再稍微放大一點 用向量的方式來看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們可能 是一個 orange 又或是香蕉 然後我們可以 這攝影機 可以很明確的判斷去 現在是 是一個 香蕉 這樣子 然後weight確定 bios也確定 那我們要訓練這裡 那它這邊就是一個 香蕉的 orange orange的shape texture 跟weight 可能就是我們就是想要訓練 我們看到它的貼圖 它的紋理 重量型態 的shape 我們就可以直接分辨 它是 它這個象徵 這樣子 對 那其實無間都市的賀博規則 被定義出來的話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規則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神經網路型態 但是它的 無間都市賀博規則 在定義 定義weight的更新方式 在這裡 它weight的更新方式的話 就是屬於 就是屬於 你的 你的input 我們要怎樣更新 這三個weight 就是你的input 你的input 就是剛剛我們這樣子神經網路 前導出來以後 前導出來以後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攝影機 跟棒秤的訊號進去 我們神經網判斷說 今天這是一個orange的情況 也就是我們有直接測量到 這是一個orange的情況 有測量到 而且input 而且input input值是 這裡input的話 這input不會是0 只會是1-1 特別設計過 為了讓向量的長度 剛好是一個固定的長度這樣子 總之就是 如果你有input 如果你有output output成功是1 那我們就 我們就會把它跟input的相成 然後這是 這個就是那個lending rate 這樣子 那我們就以這樣子的方式去調整 去調整weight值的增長 因為weight值一開始是0 這邊下面一開始 然後我們是很持續的一直把 把那個orange的形體 以及它的測量不停的一直訊號 一直input 這邊就是它的最主要的 它的那個數據的例子 對啊 然後我這邊其實又回來了 對 回來了它這個圖 不是像樣的圖 就是概念是一樣的 對啊 那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但是這個系統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的話是說 是說 它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呢 其實還有容錯的能力 也就是說 P0的喔 第一個 第一個這邊是 Banana的side 然後下面這邊呢 是Banana的味道 這樣子 對 那如果我一開始的時候 也就是說這個 上面這個攝影機呢 曬紅Banana 攝影機會間歇性的故障 如果它會間歇性故障 也就是說它一下照得到 一下照不到 對 但是下面的測量 下面Banana的味道的話 我們每次都測得到 的這種情況會怎麼樣 也就是說它一直0 然後下次又是1 我有測到 但是每一次Banana的味道 我們都有聞到 然後訊號一直都是這樣子 一起餵 這樣子 以時間訓練這樣子 一起餵下去 的話 你可以看到的話 如果以剛剛的這樣子 這Hardley的這樣子 寫 V4W的這樣的 神經網路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造成這樣子 第一次進去一定是 No response 也就是說它認為 這本是Banana 那然後更新神經元 你把Oput剛剛的 把0跟Input 是沒有Banana三層進去的話 你還是 Wayt指還是不會更新 對 不會更新 那第二次 然後到第二次進來的時候 因為第二次進來的時候 是Banana的相機 有偵測出它是Banana 這樣子 所以的話 一層起來 一層一層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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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無監督市合國規則去更新它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就會把 因為你Output有1 Input又是1或-1 就是 然後你Wayt指就會立刻被更新了 對 所以就是 然後 所以說 Wayt指就會立刻被更新 那這樣子 那再下一次 下一次的 下一次的資料再進來 就是第三筆資料進來的時候 第三筆資料沒有誰來做 第三筆資料是重複第一筆資料 對 重複第一筆資料 就是相機 相機這個時候又沒看到了 沒看到的情況下 但是Banana的味道有聞到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它的 因為它權重質剛已經被更新成為 從零已經更新到一了 所以它就會開始記住 之後即使你Banana的攝影機這邊是零 它這邊也會一直 你單純只要有聞到味道的話 就會有層上一聞到味道的話 它也會立刻分別出它是Banana 這樣子 你有沒有這樣講 我補充一下 這模型它的生物意義 還有一些實際上可能應用 它說實際上會比較抽象 我們用人類來講 你教小孩喔 譬如說 媽媽給小朋友吃香蕉 然後說這是香蕉 所以小孩小朋友就會看到這是香蕉 然後可能第一次 就是 教小朋友小小孩她不知道 她看到香蕉 但是她不曉得這個東西叫香蕉 那媽媽這樣教了幾次之後 她即使 她問你要不要 沒有看到香蕉 問你要不要吃香蕉 反正她之前的經驗 已經讓她產生 Associative 香蕉的形體跟香蕉這個詞 這邊是用詞沒有味道 你可以把它看成真正的香蕉 跟香蕉這兩個 這個聽覺聯想在一起 這個香蕉這兩個字的聽覺 就類似這邊的smail banana 同樣的效用 那side banana就是 小孩子看到香蕉本身 香蕉本身看到 她會認可這就是香蕉 但是她不曉得跟香蕉 banana這個字 代表的是聯想在一起 但是透過教育 父親的教育小孩 小孩就知道說 在我們華人出生就知道香蕉 講英文就知道它叫banaana 但是她看到那個圖 就知道那個是那個東西 但是她要對照那個語言 就要特別去把它關聯 就是這個模型 這裡面她用 梅偶數次 這個side banana 就失效了 她其實 這樣子比較難了解 她其實真正的用意是說 我今天學到這個關聯式的關係之後 我即使沒有看到banaana 我給她聞味道 我講banana這兩個字 我講香蕉這兩個字 小孩就立刻知道這是香蕉 她腦裡面就想到那個香蕉的形體 因為她已經學到了 這知道為什麼她中間 那個side banana p0 書是0的時候 那如果這個associator她有學到smail banana 或是我剛剛講的例子 香蕉這兩個字 在沒有香蕉這形體出現 跟她講香蕉 她也必刻會產生那個同樣的聯想 輸出就會是partative 這是這一類模型想要做到的事情 那接下來講她可能的應用 如果我們把這個 當然這邊真正的模型是很簡單 而且她有一些位一直投選 等一下之後會講 那假設這是一個真正的 比較powerful associator的network 那前面我接一個二元網路 假設我只要看banana 塞爾的banana我可以做一個二元分類器 現在deep training的 就是0代表沒有 然後1代表banana 那這個banana可能是全世界幾十種 甚至幾百種banana 那今天分類器我用深入學習去訓練 她只要看到任何芭蕉、香蕉、什麼蕉 她只要看到輸出是1 那現在分類器是用那種 soul math輸出總和等1 那二元的輸出就是0跟1 這兩個輸出0代表沒有 1代表有 那1的機率比較高 就代表她有辨識到任何一種香蕉 來 那只要她 比如說我們一般把它定為0.5 那有香蕉是高於0.5的機率 那沒香蕉是一定低於0.5 那這時候我們就判斷說 這東西可能是香蕉 那這時候這個分類器對接 我知道她機率高於0.5 所以如果接到網路 我這個輸出P0就是1 那如果她的那個 Banana那個bit的二元分類器 輸出是低於0.5 那我這個輸出就是0了 所以這個就可以做到 Side of banana 她的輸入 那我就可以任何全世界 我利用前面一個 Case 5 Deep Running Case 5 分類器 去訓練全世界 知道你給她勾當 訓練全世界所有的Banana 她學會了怎麼看Banana 那這時候 你再搭配下面的那個 Conjunction of the stimulus 那你依得可以 像這邊的例子 Snail 或是我剛剛講的 用語言文字 那這有點像 Compute Vision的應用 我通常把它講 看圖說故事 那個叫做 Image Captioning CM跟RM 合在一起的應用 看RM一張圖 描述這張圖的場景 那這個其實也可以做到類似 但是它不是在描述那個場景 但是它可以說 把這兩個東西把它關聯在一起 這是我想到的一些額外的 對 不錯 不好意思 交換給你 謝謝 傑森 不錯 那 對 剛剛講的 跟我講的一個東西就是 就是這邊 這個P 這個 Response 跟Input 之間還有一個 Lanning Rate 那在這裡Lanning Rate的話 其實在數上是 描述它就是 呃 理論上我們都會涉疑啦 但是如果你有特別的情況 你想要射不到 比較低 也是可以 但是它代表意義 在這裡就是說 你的 你 Banana的 形體 的Sight 就 呃 就像這個例子來說 你的Lanning Rate 如果是1的話 那你其實 你其實Banana 只要出現一次以後 Banana出現一次 就是 呃 就是 盛機跟 盛機跟 氣味的測量 只要同時出現一次 對 那其實它就會立刻 學起來 Banana 可是如果你把Lanning Rate 調成0.5的話 你可能就要學兩次了 對 因為 魏特的更新值 魏特的累加 會變成原來的一半 對 所以你等於要碰 碰 你等於同一個訊號碰兩次 才會加回原本一次 這樣子 對 對 就是在 對 所以它只是這樣 實際上有什麼用途 所以我不會不太 就 不太知道 對 好像下面好像都會把它設成一頁 然後 那這個模型一個比較實際的缺點就是 就是 喔 第一個就是權重值會一直 一直累加 會 會只有累加 對 會一直累加 會變成很大 看起來是沒有收斂 對 看起來是會一直累加上去 然後 我們目前也沒有 這個公式對 weight值也沒有 也沒有可以 應該 weight值應該要是可以 往上又往下 讓我們訓練了 對 那這個模型也沒有往下 對 那它有可能還會一直 一直累上去 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的話 荷國規則的改善 就加了一個decade decade decade上去 decade就是 就是很簡單 就是 就是後面這一項 就是 其實就減掉一個 一個 把現在的權重值 加上 加上這個 這個 這個 input 跟 output 相成以後 我們都減掉一個 現在權重值的 一個比例 對 多減掉一個比例 那把後面這項 一個 也都變成 一減高馬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 簡單了 所以就整個意義上來說 就是我們 把前一個weight值 做累加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是完全加上一個的權重值 我們可能會加 這個是一個小於一的數字 所以我們可能會等比例的縮小 以一個比例去縮小前面的權重值 這樣子 那 那 那 呃 呃 如果他達到文態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其實一算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 呃 我們 我們這樣子 對 喔 對 你這樣移項的話 然後 A跟P 我們的設計都會是E 這樣子 我們現在設計都是E 這樣子 所以你經過移項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weight值大概會是 伽馬分成A 那由於A 伽馬分成α 那α的話 會是 就是0到1 那但是問題是在 是在這個 這個伽馬值 對 就是 總之 這個weight值 如果你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設計這個海數的時候 你給的α值跟伽馬值 是 是定值的話 那你的 你的權重值的話 就會是 你的權重值的話 就會是 最大值 最大值就會是 長成這個樣子 嗯 就會是 alpha除以伽馬 這樣子 所以就會保證說 你的權重值的話 會累計 累算到 會累算到 一個上限 對 對 如果你有daycare的話 貴的詞的話 累加值 貴到一個上限 這樣子 嗯 然後 有沒有覺得 這邊的那個 伽馬跟強化學習 那邊 很類似 就 基本上 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 在觀念上面 做一些 不一樣的詮釋 那這邊的 A跟P等於1 是因為 它 它要簡化的問題 那因為 那個cos的夾角 等於0的時候 最大 所以把 AP都 設為1 就是 normal 只是1的話 那這 這裡面 它最大值 求出來 就是 就打入ij 等於 γ分打法 其實就是 那個weight的最大值 那這條件 就是設 把 A跟P 這個夾角式 0 所以它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cos 分為0 是最大 那它 normalize 之後 把A跟P 它把它大小 那它的那個 長度大小 絕對值 都把它當 1處理 這樣子 簡化問題 好 謝謝Jason解釋 那 好 那再 再 我們從一個是 喔 上面有說說 γ如果 γ如果 從這個式子可以看出來 如果γ 你這個γ 減的詞 不能太 太小 如果太小的話 其實就跟美減一樣 所以你如果跟美減一樣 極小的話 就跟美減一樣 美減一樣的話 從它畫出來的 它計算出來 用Malek畫出來的圖 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γ 如果你γ 如果你α是一個定值 α是一個定值 假設它是1號 那是你γ 那是你γ 極小的話 γ越小的話 它的值會一直往上衝 這樣 也就是說 這是 為了值得最大值 你知道嗎 為了值得最大值 就會一直很大值 這樣 對 所以就是這樣 好 好 那 那 這裡 這裡的話 這本書就開始提出來兩個神經元的形態 一個叫InStar 一個叫AllStar 那InStar的話 它其實就只是 這是一個神經元形態 目前在這一頁還沒有什麼意義 對 那它的形態就是屬於 對 Input 三個 三個Input 那 這個是 對 然後 就是W乘P加D 然後做Huddling 這樣子 0到0這樣子 那 對 那這個這樣子相成的形態的意義 就是 WP相成的意義 就是像剛剛Jesse說 它其實就 就是 在相成的意義 其實就是內積嘛 Inerbada 那就是它們長度相成 然後成Cosita 然後 要大於0-1 這樣子 因為這樣才會被觸發 對 所以這就是這個 叫InStar神經元 那它會被廣泛的運用在 十六之後的章節 這樣子 它是一個基本的 基本的人士經元這樣子 對 然後 那 當然就是說 這個Cosita腳要 對 要比較小 讓它們 讓胃盒跟皮相成 越 Inerbada越近越好 這樣子 然後才會大於這個腹筆 然後你才會觸發 這樣子 那這個是 這個神經元的意義 那 應用在我們這裡的話 賀博上面的 對 應用在賀博規則 在這邊的話 就是說 從賀博規則上面看的話 對 就是說 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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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r rule的話 InStar rule的話 就是剛才那個的話 我們剛才 錯誤這邊的話 還是有一些問題 剛剛的那個 最上面的式子的話 還是有一些問題 因為就是說 嗯 我們即使有Decade 我們剛才賀博的更新方式 有Decade 我們即使是有把 上一個權重值 以一個E-γ比例變小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需要 我們還是需要 有不停的有 喔 就是說如果今天 今天 今天如果你噪音太多 或是你的訊號一直Lose的話 對 就是你要持續給一直給 Sociation 給正向的Sociation 對 你要不停的一直給正向的Sociation 對 所以說他們 否則的話 那個Association就會Lose掉 所以解法的話 就是說 我們 WeighDecade的話 我們要減掉Weigh的Decade的話 我們只有在 InStars Active的時候 所謂的 InStars Active的時候 就是 就是我們只有在真的偵測出 我們上一次偵測出是Banana的時候 然後我們才會把Weigh的值給剪掉 這樣子 所以這個規則 InStars Active就是 等於是上面的 這個合佛規則 WeighDecade 再稍微再加入了一下 也就是我們減掉Gamma值的時候 會多成一個 那個Output的A 只有在A是E的時候 我們才會減掉 對 這好像也蠻合理的 對 我們只有在觸發 觸發真的偵測到 真的確定訊號有來的時候 我們才會減微不值 對 那上面的式子的話 我們如果 在這裡他做了一個假設 他把Decade的類射到 射成LenInRae 對 也就是說把Gamma射成Alpha 對 把Gamma當Alpha 那這樣子 這樣子射的話 對 變數射一樣的話 我們就整個式子就可以簡化 簡化以後變成這個式子 就變得很簡潔了 也就是說 新的WeighDecade的更新呢 永遠是 舊的WeighDecade的 舊的WeighDecade 舊的WeighDecade 乘上他Input Input的訊號的 一個比例上面 一個Branding 一個比例上的Branding 對 就是說我今天 我今天舊訊號的向量 舊訊號的向量是這樣子 那我進來的Input訊號 是長這樣子 那我以一個比例的Branding 一個比例的加起來 所以我的訊號的話 他不是這樣子 他其實是 他一直是 他訊號的話 我新的WeighDecade的向量 必然會介於這兩個字間 因為是他的一個Interpellation 應該這麼說 對 那前進多少呢? 靠近誰比較多呢? 就從 就以你的Alpha的數值做決定這樣子 對 當然就 如果是0 他就不會完全靠WeighDecade 這樣 對 對 所以 你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最後成型 最後成型的第一個式子 最後決定要成型的這樣 兩個式子 那再來他又提 因為再來又有另外一個規則 但是這個規則 這個規則在這裡其實完全沒有幾行 就是幾一段就介紹完 這邊只有在第16章會用到這樣子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 我們剛剛是說 我們會 我們減掉 我們減掉Weigh值是只有在 在真正有刺激的時候 有刺激來 就是我們確定是 這個刺激是正確 正確的刺激不是做音的時候 我們才會減掉Weigh值 對 但是 那這裡的話 它是 它是說 它 喔不對啦 這裡是說 喔不是這裡是 這裡不是這個意思 這裡是說那個 這裡是說 我神經元的更新呢 我就是 我只會更新部分的神經元 我不會更新全部的神經元 那我要更新哪些呢 是由這個集合來決定 對啊 是由一個 一個 我DQ次 某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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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次訊號過來以後 然後 這一次訊號要更新哪些神經元 對 對 它不是每一次都 全部神經元都更新 我覺得好像有點像 需要包含的感覺 對 可是它不會全部更新 全部的神經元 但這邊 它實際上用途沒有 沒有解釋 它只說這個東西 會在16章的時候用到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有另外一個叫 All-Star網路 那這個 保路是另外一種 一種神 訂立出來的神經元的型態 那它這個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來 用來做Pattern的回憶 就是回憶起現在這個是哪一個 什麼樣的Pattern 就是說簡單來說 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很簡單 它意思是說 如果我今天P是1的時候 那1乘上W 然後 1乘上W出來的時候 然後 出來的值就會是原本的 原本的A1的值這樣子 它其實意思就是 其實意思就是我們會用weight值 我們會輸出我們的weight值啊 對啊 我們會輸出我們的weight值這樣子 也就是說 所謂的記憶呢 Pattern的記憶 其實就是把你的權重詞做輸出 這樣子 就是把你的資料的記憶 記在那個神經元的權重詞 然後當我觸發它的時候 我就output了這個神經元的weight 就相當於是一種 一個資料的記憶這樣子 那這有什麼用呢 就是說 有一個鳳梨的回憶器 那鳳梨的回憶器是在做什麼呢 就是 就是說 這鳳梨的回憶器就是說 今天如果有一個 我看一下好 這個鳳梨的回憶器呢 是說我今天一樣有一個相機 然後有一個棒秤 然後 但是 情況有點跟剛才之前不太一樣 就是說 鳳梨的相機 它會 鳳梨相機會看到說 今天這是一個 今天這是一個鳳梨 所以它就input 它就是移出去 但是它 但是我們剛才有說 我們剛才那邊是 是相機的話 它的參數是已經設計好 是固定的 但是這裡相機的參數 它其實是要訓練的 對 它這三個位置 關聯出 關聯到這三個神經元 就是它是要訓練的 對 它反而是測量 測量就是說 這個 測量是每一次都會給一樣 也就是說這個鳳梨 它的形態 它的紋理跟重量 它會一直不停地用 一直不停地輸入 然後反而是它的全重值 現在都是固定的 所以說這一個神經元的 這一個神經元的訓練過程 訓練到後來的話 訓練到後來這個weight值 這邊的三個weight值 就是這個相機的這三個參數值 會完全等於 會完全等於這個 會等於 shape跟texture跟weight的值 這樣子 那所以之後只要 我也不需要它的輸入 我只要 Apple是E的時候 我就會output 我就會output出去 output出去這個mature 這個測量好的 這三個響量這樣子 所以它的weight值 就可以記錄在這裡 這樣子 那它的話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平Apple的回憶器 對 那它的 其實它的規則就跟之前的 之前的in-star的如果是一樣的 對 但是它的唯一有不一樣的 它的四子幾乎都一樣 唯一有不一樣的是 它這裡的話 它的decade的減掉 decade的減掉的話 我們之前說是在output是A是E的時候 這裡其實在那邊是E 但它這邊的話 它decade的減掉的話 會是 會不是output是E 是input 是input有值的時候 對 它才減掉 對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反過來的 對 我們不會 我們是 我們在回憶 對 我們在回憶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 每次的話input input這邊tature 然後 真正有刺激過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真正有刺激過來的時候 真正有刺激過來就是在有測量的時候 對 反而不是 上一個input的話 真正有刺激過來 我們必須要等到神經元 神經元最後output是E 我們才知道是真的有刺激過來 對 但是回憶 input的話 我們是在 我們只要測量這邊有過來的話 我們就知道它是真的有 它是真的是一個刺激這樣子 所以的話整個四子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一樣是 γ就是α 然後做一個簡化 就變成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 這邊其實我沒有 那個 我們直接看 這邊我就沒有把那個 畫出來 貼過來 好 好 就是 品Apple的回憶器的話 是一個 我們可以從 從剛剛這個公司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的話 其實你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其實它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把相機 相機乘上自己的權重值 然後 要訓練的權重值 然後 再加總 再加上 你的 你現在 input的一支訊號 訊號過來 然後再乘上 identity matrix 就是固定的都是1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你從 從書上這邊的話 你可以 從書上這邊的範例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 我的目標是 我今天 我今天的品Apple 它的項量其實是-1-1-1 那我的目標就是權重值 要變成-1-1-1 對這樣就記住了 這樣子 所以照這個 這一個 設計的話 我們今天 來的訊號 像 我們來的訊號 第一個 第一個 棒稱這邊過來的訊號 不是錯誤的 000 但是相機那邊 相機來的訊號 會說 會照到說 這是一個 鳳梨 然後但是第二次 來的訊號的話 棒稱這邊 就是測量機器這邊 可能會測到一個正確的值 那同時間 同時間 那個 相機這邊也會偵測到 這真的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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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號就是這樣子 一直 一直錯誤正確 錯誤正確 一直這樣子過來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的話 第一次照剛那個式子 這樣子的一加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欸 第一次 第一次的話是沒有 response的 對 因為 因為測量是0 這樣子 測量是0 然後 不是 相機的初始權重也是0 測量也是0 對 所以你就不會認為 你輸出的神經源的話 就會認為 就沒有記憶住 沒有任何的記憶 就是它的output 會是沒有記憶到任何的東西 對 然後就權重的更新 也沒有任何的更新 對 那 再下一次過來的 再下一次過來的 測量 -1 就是測量機器有測出來 但是上一次的全重值還是0 沒有關係 這樣子一加進來的話 一加進來全重值 output的值的話 就變成說它測量到 測量到那是 這是重點的 那 那以剛才的 All-Star的規則 去更新 去 德方的公司去更新 你就會發現 你有未可權重值 同時間也被更新成為 不1 然後就記住了 那接下來他就講說 即使現在 即使下一次你 你拿到錯誤 你這裡測量 又拿到錯誤的測量 間接性的錯誤又測量的話 你依然它的輸出還會是 依然它output還是會告訴我們 我現在記憶出來的是 是pin Apple的向量 這樣子 對 所以說 這就是 Jack Neuron All-Star Ruo 更新weight的規則的方式 對 那這些 All-Star 這些東西的主要用途 會在下幾個章節的話 會開始組合這些 深入院 去做比較大的應用 對 嗯 大體上就是這樣子 對 好 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講一下 從他 那個 All-Star 這個內衛的一些靈感 他那個其實剛剛 剛剛講的是 反正是 你給他一些刺激 然後要說 這是不是這東西 對 那現在是 你給他這東西 要他輸出這個東西 對 他 這邊他是用很簡單的意思 他可能用一些什麼 那種 measurement vector 你可以把 我 我 把他對比 跟現在深度學習的方法 好 把他複雜化 他不是 他 就是 比如說我們做 那個 ambil vision 一張圖 一樣 banana 那現在 他不是measurement 那 現在這個就是說 我訓練了一個深入學習的網路 他已經學到說 這 banana 就一個convolution rule 他已經學到 banana 那我不是要做分類 我是要學到他的feature 好 不管你 你用suit ride 的方式去 去train你 或是suit ride 因為 你train你 你到的一個 所謂的 laten variable 在網路裡面 那 我們用簡單的話 我們 用 suit ride 分類器去訓練 這個banana 變成的模型 那把分類器 那幾層拿掉 就是 他的 那個 fully connection 的classified layer 整個移除掉 那最後 這一層 convolution layer 的輸出 就是他的 最後的vision map 那這裡 這 輸出基本上就是 他可以辨認 辨識率很高的話 就帶著他的特徵 就整個網路大的特徵 那今天 這個特徵可以接到前面的類似 像這個 management another management 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不是輸入一張圖 跟他講說 這是不是橡膠 我說 我給他輸出說 我今天要香蕉的圖 那他要去產生一個 off的一個香蕉的圖 他的應用 複雜化的話 就可以被指向蕉的應用 所以他還叫做pain and recall 就是說 你今天跟他講說 我要什麼東西 那可以從他網路學到 好 接著一下我們在 在程式的 的那個 資料庫裡面去做query 說 誒 我今天要調什麼資料 把它Display出來 類似的 現在 現在改用 AI Neural Network的方式做 我給他keyword banana 輸出是e 我要banana 然後 他就可以去調出 那這個圖怎麼 我剛剛講是 用簡單的那個feature mail 那你也可以用 game的方式去產生 那他的方法也可以想像 就目前的方法 並不是你 可以去generate 這個圖的方法 都可以對接出來 但是 這個input vector 必須要能夠讓他輸出 也是他要的東西 那這邊的簡單的例子 是一個 三個bit的一個 measurement 所以他 你把它擴大 他其實就是可以 他可以是圖 他也可以是序列 語音 anything 那我個人是覺得蠻可惜 就是說 這部分在以前 Mihor 2 都是很重要的 research copy 而在這一次 Mihor 2 重新復興改革名字 叫生物學習之後 這一塊幾乎完全被丟掉 就被 還是有人在報告這邊一些努力 但是因為相對的做這般的research 可能連台灣是0.1都不到 所以他的相對的曝光率跟他的進展 都顯著的慢很多 比如說這一塊 後面幾張應該就會怎麼讀 他比較感覺 他比較沒有現在 深度學習裡面的深度這個特徵 他網路都很淺 那這 並不代表這一類的 這一種形態 這幾類的模型完全做不到 只是說 他有可能是因為 後面都沒有太多人在這方面 去做research的擴展 所以導致他的進步沒有辦法 像現在的主流的 像CNRM這種模型 那麼快 他就也停留下 比如說 有點像 同樣是Hinton 這生物學人之父 他提出了 波斯曼的能力進展也很慢 那這些東西 也從那時代到現在 也進展得很慢 雖然還是有人在繼續 但是相對於整個 AI的 community 他的 他 就是說 最 最 一大顆聰明的腦袋 其實都完全 在深度 在神經網路的其中小塊努力 然後就在fitting fitting 就是有些心靈 其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都是在fitting 都是在做minimize 所以有些批評 就是這樣 那現在其實 更嚴重的就是 都沒有theory 完全都是 提出一些 我稱為Novel的題材 我不想在錄影講 比較不重聽的話 就是 他完全沒有 不曉得他為什麼 他work 跟他提出來的辦法 然後去測 他可能一篇配個十幾頁 有一半都是十頁 然後前面 就是說 說明他這個模型 怎麼建構他的想法 那可能有一點點數學的東西 但他數學並不是他的理論 他並沒有去解釋說 他這個東西為什麼work 然後最後就是用了一大堆 比如說 InchLay C810 等等 他們叫做 Abration Test 或Study 就是 測各種不同的組合 然後跟Base那一比 然後結果比較好 他就發 paper 你現在看到 十篇大概有九篇 Deep Learning 用文 都是屬於這種 其實這個 短期是可以看 可以畢業 然後教授可以 可以升等 但是Long Term來講 他對AI長遠的發展 其實比大家長幾十年 應該看 最後他其實就是 都被當垃圾看 這是我的一些看法 所以為什麼我說 在我們讀完強化學期 我就推薦來讀 明明我有東西 他其實有很多東西 值得我們好好的 如果你對Deep Learning 有相當的掌握 然後對這部分 有些了解 甚至可以把這東西 一樣跟強化學期 你不要用Deep Learning 現有的方式去做 你用這些不一樣的方法來做 搞不好比現在的Deep Learning 更簡單 就像我在Teleping 現在用器人要做到動態的 比如說做Coin Cloud的方法 我覺得那都有點貼成家務 像我在PP Compute Vision 在做Adjectation 那個方法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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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 Bunking Box Bunking Box 對 那個 他只是說是目前最好的 但是 跟人類比他是非常沒有效率 所以他這邊其實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很多可以探索 好 他是不是比較適合 Live Long Learning的東西 這種 其實Live Long Learning 我覺得最重要 在Suite Learning上面 有重大的進展 那才會有意義 因為 Live Longing就是Continuous Learning 那 這東西 你用出來 Live Longing 不可能全部都 全部在線上不斷地重圈 然後PayPalPayPal 所以 他一定 那 這東西在學務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要商用 他一定要有 達到某個可接受的門檻 比如在醫學 我認為至少是 97、98以上的 醫生要用他覺得 你這東西都沒有比一般醫生 Reliable 那用這東西其實就沒有意義 所以在不同的產業 他可能最後標準有個影響 但現在的純粹的 在商業化 他還是不夠侷格 你說可以做到80 那這種東西可能對 一些比較不規定的空間 比如說你簡單應用 你同樣的東西 你要來比如說 收銀機擠 這個 數看這些東西多少錢 用Computary Fund來做 如果他的準確率只有80% 常常算錯錢 你覺得老闆會買這種東西嗎? 不會 對 那今天說 為什麼Continue的是 Online Lending 要至少 Same is Super Lending 或是完全的 On Super Lending 構成熟的才可以用 因為這東西 他沒看過的 要立刻線上學習 所以 用監督式學習的方法 太沒有效率了 你要去操作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讓他看 然後給他照各種角度 很清楚告訴他 告訴這個系統 說這是什麼東西 這樣是非常 make sense 就像 那個 自動結帳跟自速結帳 是天差地別 一樣的道理 這是我的看法 好 謝謝自按